另外詹姓被活活的餓死 詹姊質問日月民工 為什麼弟弟身上還有傷 他說法醫目前還沒有說清楚 最近的情況 我們要請問思涵來告訴我們 思涵 社主播詹姓高中生 在日月民工的林修處莫緣 慘遭求虐致死 解剖報告出爐 證實死因是營養不良 所導致的器官衰竭死亡 也就是所謂的活活的餓死 那這個結果呢 看在家屬的眼中 其實是十分的不捨 先讓我們來聽聽看 詹姊姊怎麼說 第一我是覺得弟弟身上的 相日月民工都還沒有解釋清楚 第二就是 法醫檢口報告出來 證實說弟弟是被活活餓死的 那我想問說 一個好好的小孩子 跟你們有什麼深仇大恨 他從小在你們那邊 在那邊上課 跟你們相處了那麼久 他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要讓你們這樣子對他 這真的是很沒有天良 你們知道嗎 你們都不會覺得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嗎 好的詹姓高中生呢 從五月十九號就被媽媽以吸毒的理由呢 囚禁在墨園之後就只有喝水還有吃稀飯 那這對一個十八歲的男子而言呢 其實營養根本就不夠 囚禁在十八天之後呢就暴瘦了十公斤 慘遭餓死 那其實呢檢警偵辦的時候呢 詹媽媽呢是表示說五月十八號帶著兒子呢 到墨園以後呢 孩子怕不吃飯 問他為什麼 沒想到詹姓高中生卻跟他說他吸毒 就被詹媽媽呢給擴大激化 出以恐怖的囚禁還有虐打 還逼迫寫下自白書 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玩笑 竟然釀成了這樁害人的悲劇 以上視像最新主播